請問一下 日本的媒體有報表說 就是有90的非裔的部分他們是見敵 對於這樣的消息就覺得很神奇 不說八道 不說八道 你會覺得他們這樣子有時候 不說八道 你有沒有想要問一下 日本的政府新聞他其實還提到說 國軍中是太多外省人 我昨天晚上都沒有睡好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國軍將領怎麼會連日本人都來侮辱我們呢 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聽的話 我說放他媽的屁 放他媽的屁 非常不好聽的話 為什麼表示我內心憤恨 以及對於我們國軍將領信任的一種態度 我想他們之間也有匪諜吧 以我的個性我把他抓來槍斃 你要當國際的記者 你也不去查證就報道嗎 我非常希望我們的媒體 把我今天早上講的那個髒話 把他翻譯了反映出去 我承受任何的後果 要我收回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是一個軍人 是可殺不可辱 今天他殺了我了 我應該講他兩句都應該可以吧 放他媽的 屁 屁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